在修炼自己的时候 他必须要修的第一堂课 就叫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人的一生 你只要懂得处理好这三个关系 我相信你的人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任何的事情都能够顺心如意 甚至迎刃而解 第一个 他叫家庭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家和万事兴 安内才能攘外 其实这就是家庭关系 一个人在人生的堆求当中 假如没有一个家来支撑你 没有个好的显赖住来协助你 你不可能把事业做好的 所以我们说成家立业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 叫工作的关系 我们不管在哪个单位 或者是自己创业当老板 你跟部署之间 跟干部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很和谐 他就会影响我们的竞争力 影响我们的绩效跟结果 可是在我们华人的老板 在这方面很不讲究 还是有君臣的关系 这不好 你再看看 这个外商公司 美商公司 他们都是英文的 这个这个名字在称呼 很早在称 general manager 或者是总裁 Chairman 没有 都是他 Thomas Linda 这样在称呼 为什么 就是像在公司里面 不要有那个阶级的关系 他能和谐一些